賞育國際讓台灣的朋友瘋狂的 台灣熱氣球加年華活動 在暑假期間熱鬧展開 更帶來了88萬的觀光人潮 縣長黃建廷以及官旅處處長陳淑慧 也在台東好幸福節目當中 來暢談這次舉辦活動的甘苦談 飛行了160趟 其中最遠的就是從陸尾高台飛到池上 這也創下了熱氣球 在台灣的領空飛行最長的距離 這些都是台灣的歷史 而且呢我們在這邊除了創下了全國第一之外 其實在台東的熱氣球的現場 有好多令人大家難忘的回憶 我們每天都做人數的統計 進場的人數儘管這個假天 其實受到颱風的影響的天數很多 但是65天下來 總共還是來了88萬4千多人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 我想台東有史以來 應該還沒有一個活動是創下這麼多的 進場的人數的紀錄 那有很多感動的故事 包括來這裡求婚的 總共有27隊 未來將規劃有飛行學校 並且已經檢討明年將有什麼樣的活動內容 更多的精彩節目內容 也請鎖定東台有限20頻道 讓大家瞭解一顆球如何成功打響台東的秘星 以上新聞東台訊文部的綜合報導